星之有年 我大概帮八年市长都有这个制度 其实那就是应小为的一个陈情案 柯文哲不要再把金华城这件事情丢给议员便当会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再次顾左右而言他 隔空杠上民进党议员简淑培 如今夹章案还没烧尽 金华城案又再次火上加油 柯文哲遭到爆料 2020年3月10号曾与一名神秘女子在市府召开会议 7天后就接到业者陈情信 柯文哲办公室随即以市民陈情案交办都发局 对此柯文哲驳斥不是神秘会议 而是国民党北市议员应小为的便当会 柯文哲这说法简淑培是完全听不下去 毕竟议员陈情案件这么多 柯文哲却只对金华城荣基奖励特别关心 尤其在这时间点把应小为拉进战场 明显别有心思 金华城案跟我陈情给我监察院的这个纠正文内容 那我能做的就是说转给这个市政府 然后后续的处置 就是市政府他一定要依法行政 编当会这么频繁的事情 怎么会被夸大成这个样子呢 金华城交召不安 柯文哲黄珊陈俊金他们三人是共同朋友 柯文哲更被抖出在担任台北市长八年时间 找来微经集团相关企业的中华工程董事长特助黄毅萍 担任督发局长 遭领冠年批评 不只当务市府建设 更游走法律灰色地带 不过数度致电黄毅萍没有接通 如今蓝绿明带狂打柯文哲与微经集团的关系 柯与财团的距离是有关系 还是并非没关系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